我相信他13岁到他20岁这之间 不可能没有任何人 在他面前说他是吕不韦的孩子 也不可能没有任何人 在他面前说 他母亲怎样怎样怎样 一定是很多这些流言蜚语 他为了真实成为王的时候 把这些流言蜚语剔除掉 对 另一个思路 也有可能就是 吕不韦知道您真是他的孩子 从古代印加人 打起了第一个神结开始 从多种的颜色 不同的神结 从一到十 十到百 百到千 用于记录历史的过程 人们所称为 七谱 哈喽我是主持人Roger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仁 欢迎收听 奇普 那阿仁今天我们要讲 这个故事是 前两季我也是买了很多坑 就是关于这个人物 因为我也是有意思提到 这个人物 而这个人物呢 算是所有的从 在中国啦 算是中国所有的开始 就是有他然后就成为 真正的统一 对 其实他传闻有 他想扩充到西域嘛 嗯对 可是很可惜的 他也是算是早死的 短命 短命的一个人 对 短命种 那这个人物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 嬴政 秦始亡 那讲秦始亡 嬴政之前呢 我们就要讲他的 背后的雄大的基础 嗯 才奠定了他这个秦王 对 那这个人物是谁呢 这个人物其实要提到 是他的父亲 就是 嬴义人 他的爷爷是叫做秦昭王 爸爸的太子叫做嬴柱 但是嬴义人的母亲 是不被嬴柱宠爱的 所以他在怀人小的时候 就送去了赵国做侍子 嗯 那这边就要讲到另外一个人 嗯 他叫做吕不韦 吕不韦他原本是一个新商的 做买卖 当时候经过赵国的时候 就来到汉丹 然后就有遇到嬴义人嘛 然后觉得 这个嬴义人 他过来这边做侍子 应该是有一些可以赚钱的方法的 他想说如果用他来赚钱的话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 当时他是怎样想呢 他是想说如果把他包装到很好的话啦 这样他就有可能当成继承者嘛 嗯 他当成继承者过后 那我就会受益 那吕不韦他是怎样接近 嬴义人呢 他先用一笔钱 然后让他去参加各种的活动 嗯 然后再用这些事迹 告诉了华阳夫人的姐姐 他跟他姐姐讲说 你看现在嬴义人哦 他也很贤达 他给他一个很好的包装 就是他很上进 然后再用华阳夫人姐姐的嘴 告诉华阳夫人 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 让华阳夫人喜欢嬴义人 嗯 所以呢 他就想说好 那他想要把他当做自己的那个儿子 嗯 因为当时候如果真的是要当儿子的话 他只需要去跟皇帝讲 嗯 然后过去给华阳夫人 他就是他的儿子了 他就跟他的生母是没有人的关系了 嗯 对 所以他这个包装算是很成功 他为了以后的那个扑路呢 他也利用那个华阳夫人去跟嬴书说 要立嬴义人为敌戏 所以这时候他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后台 嗯 其实我觉得华阳夫人主要是 他希望他去世了 死了是有人暗战 就是有人待笑 嗯 嗯 我觉得吕不韦他会用这个方式去 虽说华阳夫人会比较多 对 因为他没有孩子嘛 对对对 其实吕不韦他算是一个生母原理的人 嗯 再加上他做很多的费用 为了要跟这个嬴义人 巩固他的那个关系 嗯 他就把他身边的一个妾室 给了嬴义人 嗯 嗯 其实有传言是讲说 他这妾室在给嬴义人的时候 是已经怀孕的 哦 嗯 这是传言啦 对 TVB的那个 以前很出名的那个 你有看到 那个叫什么 青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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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里面也有一些 很搞笑的事情啊 就好像 吕不韦为了 拿那个嬴义回来 嗯 然后他们就有做 他们去争取一个叫做 和氏币的东西 和氏币其实 传言上和氏币 它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一个语言 那个是TVB的剧情啊 跟这个真正和氏币的故事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然后他们就是 把这个和氏币 归完了 这个赵国 那个赵王 他就讲 哦 终于完毕归赵 就变成这个成语 哦 但是 真实的故事不是这样子 真实的故事是讲说 啊 秦王很喜欢这个和氏币 嗯 他想要争取到这个和氏币 这个和氏币是在赵国的 然后于是乎他就趁任何的方式 他就把这个和氏币归纳起来 嗯 但是归纳起来 其中有一个赵国的称子 就跟秦王说 这个和氏币还有一点点损坏了 然后拿回去赵国修理 嗯 然后才变成完毕归赵这个东西 嗯 然后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和氏币呢 因为秦始王所做的 第一块的那个玉玺 玉玺传到后面啊 就要传到东汉末年啊 这个玉玺依然是存在的 嗯 可是到后面的时候 在三国时期的时候 这个玉玺开始就是没有消息了 嗯 这玉玺有什么力量呢 他们就讲说 这个玉玺得到这个玉玺者得天下 得玉玺者得天下 而和氏币就是来制作这个玉玺 作为这个淫义人呢 李博伟就把这个赵极 取给这个淫义人 嗯 然后也方便这个淫义人 在苦闷当中呢 他有一些事情做 哈哈哈哈 所以当然淫义人 也相当的喜欢这个赵极 隐隐约约 这个赵极也怀孕了 淫义人得到赵极过后呢 就更加的乳教事情 到八个月后 赵极生下了第一个儿子 我们今天的主角 对 进入我们今天的真正的故事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的影证 对 嗯 他当时候他是先教赵正 嗯 赵正 对 他当时候是教赵正的 因为他在赵国 嗯 而且 你看啊 你算一看那个时间 十月怀胎 八个月 有没有这个可能 像TVB这样说啊 哈哈哈哈 他出生了过后 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两年后的公元前 257年 嗯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 秦国派黄义 攻打赵国的邯旦 他这样子做这个动作呢 其实是 可以往很多方面的去想 就是 第一方面就是 他其实要放弃掉 这个淫义人 反正淫义人是 他的人质这样子的话 去攻打他 死掉这个人质也无所谓 对 第二个说法就是 他想要让淫义人回来 用这样子的方法 淫义人就回来 怎样子呢 就是攻打了 过后他就乱嘛 就是他太突然了 然后淫义人可能已经知道 这个事情 然后过后 淫义人趁机跑回来 哦 OK 所以 就是太突然了过后 他就想要跑回来 但是呢 他当时候是跑不成 他是被人关押起来 然后是因为吕不韦 他贿赂了那个关押的人 所以 他们才放松警惕 让这个 不是讲放松警惕 就是给他一个空隙 让他跑回去清国 所以他成功跑回去清国 但是淫义人他不是人 他把他最爱的那个 赵姬 跟他的刚出生 两年的儿子 留在赵国 然后这个赵姬呢 这里其实是有找到一个资料 就是 他是带着他的儿子 去投奔他的娘家 然后他的娘家 是因为在赵国 是有权势的 哦 所以他可以挡下一切的灾害 哦 就像千金小姐 对 这样子的话 他才能挡住那个 熔岩之怒 所以他们才能 侥幸活下来 嗯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 淫义人夫人 因为淫义人本来是 出国的 贵族的女孩子 然后淫义人就特地改装成 楚国的服装 去见她是吗 去见她 对对 淫义人就对淫义人说 其实他没有想到他这样细心 还记得他是楚国人 然后还特地专办成 楚国的装扮 然后也将淫义人改名为 子楚 过后迎子楚 他也拜了这个淫义人为母 但是这个淫义人 只想差他三岁而已 大三岁 对 大三岁而已 就是成为他的母亲 所以他就是那么容易 陷害所以 他备受种高害 而且他只有一个孩子 算是 也算是他计划吧 我觉得 他的计划来的 全部都是 吕不韦的计划来的 哦 所以是吕不韦教他 怎样做 怎样做 哦 OK 所以吕不韦对他真的是蛮重要的 然后而且接下来的计划 就是在六年后 他们终于等到 那个清朝香王驾崩 这清朝香王就是 死了过后就到 这一个 知识的父亲三位嘛 叫做淫柱嘛 他一张位过后 华阳夫人就成为王后了 哦 所以这个知识就变成太子了 他就开始可以 亚满亚谋了 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的关系 把他的儿子跟老婆 从赵国那边带回来清国 嗯 就是 现在的清朝王跟赵姬 对 这时候的赵正 只是九岁而已 然后在这九岁之前 他其实是有故事的 就是他在赵国 因为他的父亲不要他嘛 就是先逃跑 然后在那个赵国其实也没有背景 他没有父亲嘛 然后时常会给人家欺负的 嗯 然后他其实是有一些不爽 就是在赵国人的生活 并不是那么的开心 回到来后就改为国姓 嗯 他的国姓其实是叫做淫嘛 嗯 然后再把那个赵去掉 变成淫 变成淫正 嗯 嗯 就是现在的秦始王 对 秦始王 所以当他的父亲变成太子了 过后他自己的那个身份 也一样被拉高 嗯 就是当作是接班人这样子培养 嗯 到了公元前 二十四九年 没有想到 就是首校一年后的营祖 正式继位过后 仅仅三天就病发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会不会是 呃 以阴谋论 又在以阴谋论来讲了 会不会是 就是李不韦的阴谋论 对对对 会不会是李不韦 他做了一些东西 我觉得是 我觉得 因为有可能 因为有可能这样顺的 因为你看啊 他假如说 已经做完脚了 他真的是成为 王 秦王 过他做完脚跟的话 嗯 他还会不会立志出为 他一直 啊 会不会立志出为王 对 如果他做完的话 可能不会 嗯 因为其中都是 不是他最疼的 对对 其中只是一个 KG的身份 嗯 嗯 所以会不会是 吕不韦或者是 直出去想的东西 我觉得是吕不韦 嗯 为之说他 以我找出来的资料啦 嗯 他是一个 很废的人的 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这种 就是心机的人 没有心机 他他是 只是喜欢玩乐而已 嗯 像赵王这样子的 嗯 就是像我之前讲的 为什么 国与国之间 要给一些诗子过去 对 其实他们提供的 就是他提供他玩乐而已 放音无度也好 给他喜欢玩 喜欢读博也好 喜欢什么也好 就是给他 一个兴趣 然后让他不能停 嗯 让他无暇管阵 对 所以很快了 其实 他的父亲死了过后 就到那个子祖三位嘛 嗯 他一三位的时候 那个年份是公元前 247年 嗯 他就是因为 他的迷乱的生活 嗯 导致他的精血 元气大伤 精血元气大伤过后呢 他只是上位四年过 他就中风死了 然后就轮到 他的儿子上位 其实他们真正要 推上位 就是尹真 嗯 要推尹真上去 嗯 这时候尹真 其实仅仅只有13岁 他就成为了 秦王的一个宝座 因为尹真他 那时候13岁 他们算是 比较幽年的时期 所以不得不 让这个召集 听真 然后国事让 吕不韦八次 对 所以尹真 称呼那一个 吕不韦为重副 对 很明显 很明显 吕不韦 其实对 尹真是有目的性 也是很明显 像传闻这样说 有可能 尹真不是新尹 是新律 对 而且 召集其实是知道 因为召集是挺尹真的嘛 所以召集 就是 尹真所做出来 所有的决定 其实都是召集所安排的 所以他要叫 吕不韦 叫做重副 其实也是召集所安排的 这人找到一个资料 就是之前 召集跟吕不韦都很好 所以他们 终于可以把那个 职厨给干掉了过后 没有啦 不是干掉 就是他已经死了 过后他们终于可以和好 名正言顺 没有算是名正言顺 但是可以 可以平命一点 然后 就开始走在一起咯 但是他又不想 把这样的事情给 上风拜书的事情 传出去 传出去 所以他就要想要 制止这个 这个事情发生 但是召集 在他的讲述上 他是 很饥渴的 所以 当时候 吕不韦 他是找到一个 男生 他这个男生 有一个特别的 要有一个特别的强项的 吕不韦要找 找一个男生去代替 他是要有一个特别的强项的 他就要找一个 羊具特别大的 然后过后呢 他安排一个司机 让这个男生 在一个环境里面 表演给召集看 他用他的羊具 去转那个木轮 转 他是用他的羊具去转 当时候 你想想看啊 以前的马车 是用木的那个 轮子 做的嘛 就是他马上 木轮子做到 中间有一个洞 对 他就用他的那个羊具 在那个洞那边转 对 其实这个画面呢 你有看那个玉扑团吗 玉扑团里面 有一个女的演员 他是把那个 他的羊具在那边转 他就把那个东西 呈现在那边 证明他是很 很强的一个人 OK 对 然后 这个男生是谁呢 这个男生叫做烙癌 所以 照着一看到过后 他对他非常有兴趣 所以其实《群记》里面的有一个角色演烙癌嘛 就一开始 他一直跟古天乐做针对做针对做针对 然后 他到后面的时候 他就断了一只手 他背了一只手 然后他就用另一只手来就是练功 然后他就成为了烙癌 然后他就去侍奉召集 那个是以前演唐僧章的那个 哦 他做的时候我就想 嗯 他不是演唐僧章 他演唐僧章 他演唐僧章 好像回来有点不对 是 好像有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唐僧还要进攻嘛 他要进攻去服侍太后 但是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过程呢 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攻的 你必须要 严格做宦官 你才可以进攻的嘛 对 所以当时候他就 污蔑了这个烙癌 他有一个扶罪之嫌 他们就把他给抓了 过后 再让召集 去安排 贿赂他们 刑罚的这个人员 就是让他们放过这个烙癌 然后暗中 讲说OK 他已经死 服侍结束了 然后把他这个人送去那个 召集的身边服侍他召集 所以他们每一天 每一夜都是在那边 会不会 会不会太长了 只剪一小八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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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功能好像也是不能用啊 那我也不知道啊 好像我不懂啊 OK 然后 还是他 前中间那段 我把他结回去 赵姬可能都不要了 OK OK 赵姬就是要 他的那个原本的技能 OK 他有一个很好的技能 所以他服侍到 赵姬非常的开心 然后知道他怀孕 然后怀孕过后 他肚子会越大 这样嬴震肯定会怀疑 嗯 所以他就这样说 让烙癌 去找一个算谱的人 那算谱的人呢 就跟赵姬说 赵姬所住的寝宫 其实是不利皇妻的 就是必须要把 那个皇后的寝宫 移到永宫里 所以那个永宫和皇宫 其实是距离一段时间的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 赵姬是没有看过他的母亲的 哦 所以一直直到赵姬 剩下两个私生二子 嗯 所以赵姬完全在不知的情况下 他也有了两个兄弟 对 然后在哈玛的要求下 要赵姬封 烙癌为长信侯 然后要赐他很多的奴婢 然后还有就是十亿山羊 那也这样子 往后这个太后山 他在庸城这个地方呢 建立起一个很大的一个势力 嗯 就是所有都是他的人 哦 这个庸城就是庸宫的地方 就全部都是他的耳目啦 只要 赵姬过来的时候他就可以 哈勒会知道 哈勒会知道 嗯 所以当时候他的力量是 仅次于吕不韦的 哦 因为吕不韦也是在 秦国一直在融络人心 嗯 所以呢 在 赵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啦 对他政治威胁的人 已经有两个 一个就是吕不韦 一个是烙埃 因为吕不韦虽然他 他没有儿子 但是呢 他一直在融络人心嘛 他讲的话开始都有一定的话语权 嗯 老矮呢 他也是一直在融络人心 而且 他有 微造极生下两个孩子 嗯 到了秦王八年 就是在公元 二三九年 秦王嬴政他已经二十一岁了 所以 他 还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下 他就把 他的身边的威胁 慢慢的装大 就是吕不韦跟老矮 嗯 按照秦国的 旧礼 第二年要举行 就是这个 加冕 才能可以 秦治的 执政 他秦国这个 法律是不错的 但是他 还有一个坏处就是 当王帝突然间死的话 下面继承那一个 可能真的是 会是 后母或者是 会是 其他人去听证 垂帘听证 然后他真的二十一岁 他去做 这个 政治上的 洗礼过后 他思想会比较正确 他不会让一个小孩子 想说 今天我要攻打那里 就攻打那里 他反而会让一个成年人去 思考看 他攻打这个国家的话 他利益所在之处 因此在这个秦国的 朝政上 朝廷上 也宣起了一场的 政治斗争 突如其来的背叛 就给 引证带了很大的考验 就像刚才我说的 刚刚你说的那个 吕布伟跟那个 老矮 同时间 也创造了 引证的 这个政治的 经验 累积 因为他可以掌握 自己的命运的机会了嘛 他的唐帝 长安军 成交 就是率领军队去攻打 赵国 但是途中呢 他就把这些军队呢 投降于赵国 其实我觉得这个长安军 应该是觉得 他的 大势已去 就是 秦王 引证 真正21岁 真的成为了秦王 没有得改变了这个事实 所以他就想办法 利用别的国家 去帮他变成一个秦王 嗯 所以他才会投靠这个赵国 对 那时候那个赵国 应该是四大 对 然后过来一年后 那个太后跟老矮的 监情就 被 揭发 嗯 怎样揭发的呢 是因为 老矮他 有一次的时候喝醉了 他就在喝醉的时候 就跟一个大臣吵架 然后吵架后就讲说 我是秦王的家父 你刚跟我斗嘴 你难道有眼无珠 然后这个大臣就 把这件事情告诉 嬴政 嗯 就讲说 哦 这个人讲说 他是你的家父哦 嗯 然后嬴政就 听到这个消息 他也没有去做 进一步的动作 他只是让人家去调查 这件事情 嗯 然后发现到原来这个老矮 这几年来呢 都一直是在他的母亲身边 嗯 他就做一些不堪的事情 嗯 他也发现到老矮其实 当时候 也不是真正的烟人 嗯 因为刚才你有讲到说 他在做那个 加冕礼的时候呢 嗯 又有 有那个政治斗争 对对对 其实做这个东西的人 就是老矮 哦 老矮有 有趁机叛乱 嗯 然后 嬴政提早发现 嗯 他就把这件事情 给压下去了 然后进行 加冠 然后等到一年过后 才来对付老矮 哦 所以刚才你所讲的那个 政治斗争 其实是在这里有埋下伏笔的 哦 所以一年过后呢 他就把这个老矮 给活着了 过后 嗯 用车裂的方式 当然这个车裂是另外一种方式 不是掉头 还掉他弟弟 这是掉弟弟 他掉弟弟 就是两只手两只脚 然后他还有弟弟 他掉瘦头 他掉瘦头 这个头这样长了 掉这个头 对 然后用车裂的方式 让他作为死刑 嗯 然后过后 他再把造纪给关押起来 嗯 哈 然后 两个 死刃子 对落矮的死刃子 对落矮的死刃子 是当场被诅杀 然后还有落矮的同档 有20多个人也被杀掉 哦 这个其实是说到 我觉得影政治很无奈啦 被自己的亲生母亲 算是背叛这样子 嗯 以他心态来说啦 就是 你找KKK 当然你找了也要通知我医生 我也是帮你好掩护 但是你的KK 再来反对我 要趁机把我这个 职位去做一个取代 因为落矮他是大 嗯 难不免他以后 会不会为了他两个死刃子 要做亲王 对 来 威胁到我 对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吕不韦发现 已经控制不了婴政了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想要用婴政 来当做他们的棋子嘛 对 所以他可以干掉任何人 对 发现到现在 婴政21岁了过后 嗯 他有 自己的独立思想 对 而且 已经不 任他们操控 这个落矮 可能也是吕不韦的其中一个企业的 但是 没有想到搞砸了 嗯 他想说先 触动一下他的那个底线 的确 但是我觉得 落矮会不会有 本身就有死刑 可能也是有 要不然他也不会在 吕不韦不知的情况下做 嗯 我比较欺赛于 可能落矮是想说 怕一天的婴政去世了过后 他又可以 婴政严肃或者是用什么方式 想他这个死刃子变成 正统 嗯 对 然后让他的死刃子上位 嗯 因为毕竟 太后的自己的孩子嘛 其实婴政他这一次 人家会讲他很残忍 连小孩子也不放过 但是以政治斗争来想的话 其实算是 斩草出根嘛 嗯 所以很难避免就是 吕不韦 嗯 没有被牵涉到 因为 嗯 这个落矮是吕不韦 引荐进去的嘛 对 所以他一定是知晓的 嗯 当时候造极是被关押嘛 嗯 然后有一个奇国的人 嗯 叫做毛教 他就劝说婴政 嗯 就讲说 你现在去关押你母亲 其实是有危害你自己的生命的 嗯 因为你是想要去统一六国嘛 嗯 因为当时候他可能已经是在 逐步去进行这个过程 嗯 哈 你连你自己的母亲都没有一丁点的人情味的话 嗯 这样 世人哪里可能会信服你 OK 肯定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残忍的人啊 如果我们不顺从你的意见的话 可能你们连我都杀掉 嗯 所以就说服引荐让他放掉他的母亲 所以他就放掉了 嗯 但是呢 他就开始对付吕不韦 哦 其实我觉得也很无辜啊 就是 婴政啊 婴政方面啊 这个毛教他跟他讲说 哦 你要你要放过你母亲 你要忘记母亲 但是 婴政我相信他是 不会跟全世界人讲说 哦 我的母亲因为有K&A 所以我才要这样子说 他一定不会 是有损果面嘛 所以世人只会看到可能就是 哦 婴政把自己的母亲关起来真的很不小 嗯 但是背后的故事 一定是不会宣传的 嗯 嗯 因为这样丢脸的事情 婴政应该是蛮叹掉的 嗯 哈哈哈 还是蛮 哎呀 不能不能做太过绝 是 嗯 所以我觉得他 应该在他自己内心的仇恨 会转移到李不韦身上 呃 那为什么会 林正会知道是之前有讲过 银政派人去调查 对 嗯 调查其实这个老脚他是 吕不韦介绍的 嗯 所以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欺君的 一定要受罚 欺君犯伤嘛 但是 李不韦他又是 呃 刚刚有说他的 好朋友 直出 又是隐身的老爸 对 他又是隐身的重负 嗯 所以 避免了他的 就是他重负的那个职位 嗯 然后热令他 去想象更甜 嗯 其实算是一个闲职啊 但是李不韦他其实他也 不是这样的 轻松 嗯 因为他在 李不韦在河南住了一年 山东的各路诸侯都 觉得李不韦是一个很 能用的人 嗯 他政治手段是很强的人 所以 林正知道这件事情过后 防止他叛变 所以就派人 给李不韦送一个绝命书 李不韦收到这个信的时候 他就发现 其实 林正对他是相当的 恨 嗯 恨之入骨 甚至 在信里面也骂他没有什么功劳 嗯 所以李不韦 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想说 假如自己是 呃 林正的神父 嗯 林正变成这样的话 也不会放过自己 就算他是林正的神父 嗯 像传闻这样子 他是林正的神父 我觉得这个要剖析一点就是 林正 知不知道 吕不韦是不是他的神父 或者是 有没有传言 一直传 吕不韦是他的神父 所以才对 林正才会对 吕不韦这么的恨 嗯 因为什么呢 假如他真实的吕不韦是他神父的话 他做这个秦王也做的不真 对 因为他根本都不是秦国人 对 就算吕不韦不是他的神父也好 他避免这个谣言 他也会 吃吕不韦是死 对 所以吕不韦本身其实他知道这个东西 嗯 你看他他知道他被 被这个林正派去把他死过后啦 其实他 差不多要死了 他就已经send到他会要死了 对 甚至他 林正在给他一封属性叫他去那个 西蜀养老 他也知道就算他养老他也不会养到很好 嗯 所以他怕受了这些苦难他就决定自尽 嗯 嗯 他就死了 他就死了 所以你看啦 林正他只需要用一年的时间 他就把刚才我们所说的 对他政治有威胁的人全部 之过杀到 嗯 连那个私生子 两个私生子也杀了 而且他的 他用的方法是 明正言顺的 对 他是非常的 厉害啦 嗯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吕不韦的儿子的话 无 无用之应 嗯 换个方式讲啦 他的那个 叫做什么 原来讲说他收封的那个网路 嗯 也是很强 对 就他查一下就知道前因后果 对 他哦 为什么会有 吞并六果的想法 其实就是因为 他没有办法再停下去 他就 越算越不行 就是一直都在 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嘛 嗯 所以他就是一步一步 把整个中国 统一起来 嗯 其实我觉得他的性格上是真的是 作为一个被父亲抛弃的一个才子来说 他从小就被抛弃了嘛 就是他回到秦国 他回到秦国的时候 那时候他是13岁嘛 嗯 他也是不习惯那一个 那个地方 嗯 不习惯那地方再加上 很多人的那种 人眼啊 小话 对 我相信他13岁到他20岁这之间 不可能没有任何人 在他面前 在他面前说他是吕不韦的孩子 嗯 也不可能没有任何人在他面前说 他母亲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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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定是有人在他面前 一定是很多这些 流言蜚语 流言蜚语 他为了就是 在他正式成为王的时候 把这些流言蜚语剔除掉 对 嗯 另一个思路啊 另一个思路啊 也有可能就是 吕不韦知道 林真是他的孩子 比如说啦 真的是孩子 吕不韦知道 林真是他的孩子 他为了他的孩子能够 走得更长远 嗯 因为他也知道 假如这样下去 也是名不正言不顺 对 所以他就知道 嗯 也有可能 嗯 有 就 这个很大的一个可能 就是 以前人会比较 信仰 香火要持续下去 多过自己的性命 对对 嗯 所以他就想说 嗯 可能他的香火就可以做王帝的话 这样他为什么不能去世 是啊 嗯 他就成功啊 是 我们也大家都认为他是他的儿子 对 哈哈哈 那其实这一个就是讲到 林真他为什么会想要统一流国 他的思想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我们林真还有很长的故事啊 知道后面的时候是到他 怎样去统一流国 嗯 这个只是他的 统一流国的一个猛起 喜欢我节目的话呢 欢迎你继续收听 感谢你的收听 拜拜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差不多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欢迎你订阅 点赞 分享 留言 那如果有你们想听的人物也可以在以下评论给我们哦 或者有一些人物的资料也可以投稿给我们 那我们是非常欢迎你们投稿的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你去各大平台 Apple Podcast KKBOX Spotify 还有First Story 感谢你的收听 拜拜 拜拜 欢迎订阅